小编今天在朋友圈 无意间看见一篇明星的画 都拍出了上万价格的文章 没想到娱乐圈也是蛮多诗前画意义的明星 娱乐圈的繁华也遮挡不了他们的才华 曾经在一个活动上 Angela David的一幅画 未来卖出18万用于工艺事业 当时顿时引发网友热议 大家纷纷吐槽画的品项实在太差 价格完全是虚高 但只要是真正用于慈善事业 还是值得肯定的 Angela David自己的绘画作品未来 不知道你们看完是什么想法 反正有网友曾经评论说 这是我家对内幼儿园的绘画水平 我们再来看看周桂敏的画作 周桂敏从小就自学画画 1997年从全中隐退后 便在温哥华拜时学习专业绘画 除了油画还涉猎水彩 国画的画风多便随意拿捏 知乎上对周桂敏的画有专业的评价 总体来说都是肯定居度 而且是很专业的评论 话说回来 张欣宇也算是娱乐圈不可多得的才女 琴奇说话会一半 特别是国画画的相当不错 他经常会在微博上秀自己的画 而且可以看出是真正在享受绘画的过程 据说获得过国画大师的赞扬 张欣宇的这幅作品曾经在拍卖会上拍出70980元的高价 这笔前张欣宇也全部都捐给了当地的慈善机构 这里给张欣宇点个赞 在2011年一路由你中国扶贫基金会慈善晚会上 李平曾有一副愿的画作 拍了118万元 令人意外的是 李平仅自觉画画一年 运当时起拍价被定为20万 拍出118万后 李平觉得自己的画不值118万 他说 如果我自己的画真能卖这么多钱 我就每天什么都不做 就画画了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慈善 我也是 只要是有需要 我可以一直画下去 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慈善尽一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